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语是什么 看起来,我们以前学过初级的时候学了什么 很简单,第一个用法是一问代词 表示一问代 这个时候,比如说第一个 你吃什么? 何を食べますか? 这是什么书? 何本ですか? 看,这个时候这个什么 一般有动词的时候,在动词的后面 那么,名词的前面 这个顺序要记住了 这个是我们以前学习的复习一下 再看一下第二个用法 也是我们上几节课学习的一个用法 简单的复习一下 动词加什么 注意这个,一问不是 不是表示一问的 而是什么? 是反问的,表示否定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别怎么样 哪里面说,哪里面说什么 哪里面说什么 什么,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妈妈看见孩子哭 那妈妈很生气 妈妈说,你哭什么? 哭什么? 那意思就是别哭,别哭了 嗯,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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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意思 是它的两个用法,都是我们学过的 今天学习它的第三个用法 看一下,这个呢,是在举例中 举例子的当中 同类事物的省略 那比如说什么情况呢? 那举的例子有A,B,C 那A,B,C以后还有很多很多 所以不说了,省略了 那这个时候用什么的来代替 那就是A,B,C,什么的 或者C没有,也可以 通过例句看一下 我喜欢吃水果 嗯,水果 水果有很多 苹果,香蕉,葡萄,橘子,什么什么的 那都说的话太多了 所以可以说两个或者三个 然后用什么的来省略,代替 比如说,苹果,香蕉,什么的,都爱吃 是同类的,都是水果 都是水果 嗯,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这附近很方便 嗯,怎么方便呢? 生活如果方便的话 那应该有很多,比如说吃饭的 买地方吃饭的地方,买东西的地方 银行啊,医院啊,这样的地方 那看一下都有什么 商店,银行,饭店什么的,都有 那同类的,类似这样的 比如说医院啊,学校啊,这样的什么的,都有 嗯,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今天呢,我们就总结了什么的三种用法 一二三,嗯,你们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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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